我们盘点2022跨年晚会的收视最强名场面,看看跟你预期的一样吗? 1.周深与邓丽君隔空对唱,震撼效果成绝杀 周深与虚拟邓丽君隔空对唱,有多少人被唱起了鸡皮疙瘩? 估计就算很多年之后,人们也会记得这个跨年晚会,原因无他,太真,太震撼了。 两人一起合唱了三首歌曲,《小城故事》、《漫步人生路》、《大鱼》。 前两首都是邓丽君的名曲,《大鱼》则是周深的代表作,且对他意义非凡。 直播且是真唱,周深表现得太稳了。 纵观华语乐坛的主流男歌手,能跟邓丽君同台合唱的,并且给邓丽君唱和声还不会出现任何失误的,恐怕就只有周深了,有观众如此评价。 虚拟歌手虚拟爱豆,观众们也不是没见过,但是这个虚拟邓丽君有点太真实了, 不仅一拼一笑举手投足,都拟足了真人,还能跟观众互动,以至于不少的观众刚开始没有认出来,还以为是一位长相酷似邓丽君的女歌手。 有观众说,我爸爸是邓丽君的歌迷,都饱含热泪了。 这个节目毫无疑问是江苏卫视跨年晚会的头牌,即便跟隔壁芒果台的五月天对打,这个节目也以势不可挡的镜头,把观众牢牢的给吸引住了。 周深和邓丽君的三首歌唱完,收视率直接从此前的0.8%冲到了1.937%,江苏卫视的收视排名也从后排一跃升到了第三,仅次于央视和湖南卫视。 周深在直播之后也发文表达了自己的感慨,这是我梦里梦到过的地方,能和邓丽君女士一起合唱,突然只想说一句,希望大家2022年都能努力让梦想实现。 熟悉周深的观众可能都知道,他的音乐启蒙者就是邓丽君,被他视为偶像,如今能借助科技的力量跟自己的偶像在舞台上合唱,且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大于。 做人还是要有梦想的。 2. 杨子的观众缘无敌了,创芒果台高峰,超越王一博。 若说周深和邓丽君的隔空对唱是飙升度最强的节目,那么杨子以一己之力创下了收视高峰,就得给个最意外惊喜奖了。 杨子独唱了一首《温帝公主的侍卫》,虽然歌曲并不算筷子人口,且这首歌的舞美也并不算华丽辉红,没有什么升降机,鞦韆之类的赤巨资舞美。 但谁让杨子妹妹人美歌甜呢,这观众也不服不行。 她一出场只唱了一首歌,但就是这几分钟的收视率,直接飙到了湖南卫视整台跨年晚会的峰值。 芒果台跨年晚会的所有节目,收视率达到了2.7164%。 杨子唱完之后,《宫林娜》和《爱热》登场演唱,收视率立即下跌,现实很残酷。 跨年晚会太多,不少观众看完杨子就换台了。 随后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在22点之后,后来居上超越了央视跨年晚会,位居收视第一。 但杨子这个逾2.7%的收视峰值,直到跨年晚会结束,也一直没有被打破。 到千呼万唤的王一博出场时,已经是22点45分左右,收视率到达了2.225%,比杨子的收视率还是略低了一点点。 记得去年,王一博在芒果台跨年晚会的表演,直接助力芒果台冲到了收视第一。 但今年给他安排的出场时间太晚了,大盘的整体收视都在22点之后下滑,个人的节目收视率最终不敌杨子。 张碧晨不愧是BGM女王,几首歌全是筷子人口的作品,她的演唱也是气场全开,起初还是缠绵匪测,到后来光的方向一出,犹如女王复仇,爆发力十足。 有意思的是,张碧晨在浙江卫视跨年,华晨宇在芒果跨年,但张碧晨的收视率小胜华晨宇,华晨宇23.30之后出场,收视率为1.437%,此后一路下跌不敌张碧晨。 这可能说明了一件事情,歌手不管什么路线,什么风格,到了大型晚会上,还是得有一首耳熟能详的作品啊。 如果要把七台跨年晚会的收视,包括央视和卫视的放在一起对比,毫无疑问,收视最高的节目,当属收视率3.757%的周笔唱和陈毅。 他们俩在央视的跨年晚会对唱了一首《春天谣》,这首歌曲的风格清新素雅,娓娓道来,两个人唱出了一种温暖的内在,仿佛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精神,一种永不止步向心声的憧,难怪会牢牢地抓住观众的眼球。 有趣的是,周笔唱《两边跑》,这边在跟央视跟陈毅对唱,那边又跟杨幂在芒果对唱,堪称专业辅导员了。 芒果台这边是直播,周笔唱和杨幂对唱的小幸运收视也破二,两人隔空闺蜜吻,让不少人表示磕到了。 杨幂全开麦争唱,居然没走音,周笔唱要大计一功。 纵观今年的跨年晚会收视大战,很明显,在央视稳居第一,湖南台紧随其后的大方向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,流量明星已经不再是收视密码了。 周笔唱和陈毅在央视创下了3.75%和0.819%的双台的收视巅峰,靠的是歌好听,是两个人演艺歌曲的感染力。 张碧晨凭一己之力,带浙江卫视在后半城突围,凭借1.6%的收视将江苏卫视拉下收视第二的宝座,当然靠的是BGM女王的实力。 周笔隔空对唱邓丽君从收视0.8逆袭到破2,靠的是制作团队不凡的想象力,以及歌手超凡的表现力。 至于杨子,还有谁不知道《九龄花》Top,靠的是一步又一步高分的作品呢? 刚刚落幕的又一年跨年收视大战,再度证明了流量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,大浪淘沙,内容为王,好作品好节目才是绝杀。